全国65岁以上的长者是陆续来开放疫苗的登记施打 而13号指挥中心就再宣布了扩大了疫苗意愿登记来对象 来开放了民国92年以前出生的人 也就是18岁以上的民众来做登记 而疫苗可以选择AZ或是莫德纳 也能同时来做复选 而符合资格的民众可得把握时间来上网登记 全国疫苗意愿登记系统对象在扩大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中燕 在防疫记者会上宣布 开放第九类也就是18岁以上民众登记施打意愿 疫苗可以选择AZ或是莫德纳 也可以同时复选 第九类的这个重大伤病或是有这个符合 疾病要建的在第九类 那一块就是18岁以上全部都可以 所以那个是在第九类的部分 除了公布从7月13号开始 让民众登记疫苗接种意愿 陈中燕也统整22县市的防疫进度 包括延长三级警戒建议各地方政府又有关怀配套方案 疏解民众压力 同时也要加强检疫隔离措施 几个场合里面 包括家庭的群聚 职场的群聚 所占的比例都比较高 所以要特别请这两个地方政府要持续 考量民众就医的这个可净性 设置社区裁检站 也应该强化再疫调的确实跟快速 尽管近期确诊案例的RT值持续下降 疫情看似趋缓 但双北地区依旧有群聚案例 指挥中心还是请各县市要加强疫情监控 同时扩大疫苗接种对象 希望早日控制疫情 台北市万方医院是爆发了院内三人确诊感染 而其中一人是非法移工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就多次来提到 台湾有好几万人明没有身份的移工 而恐怕会造成了防疫的破口 而另外他也在脸书po上了影片 来对于疫调人员的心声 来反击北市不做疫调的谣言 万方医院爆发院内感染 包括一名病患 一名外籍看护及一名陪病家属确诊 台北市长柯文哲亲自前往视察 协助改善医院感控流程 并指出台湾非法移工在社区流窜 很容易造成防疫破口 目前台湾你知道 有五万 超过五万名 没有身份证也没有健保卡的外劳 在整个社区里面流窜你知道 这些人就算他打疫苗你知道 那连暴障都有问题 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也没有健保卡 所以那个疫苗你说打在他身上 那怎么记上 柯文哲脸书po影片 健康服务中心的护理师 一个一个打电话给确诊个案进行疫调 还得发挥柯南精神抽丝剥茧 拼凑所有可能足迹 疫情最严峻时每天上班14个小时 但辛苦付出却被批评台北市没做疫调 对此副市长黄珊珊重炮回击 原来是因后来转阳 那整个的感染源还在寻找 但是重点是在于说 这个部分他是来台北看病的 如果他自己是感染源 那是不是要说是他把病毒带到这个医院呢 我觉得都不需要这样子互相指责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口水就免了 因为我们也不会把万华的疫情 归咎到桃园的诺夫特 7月12日台北市新增9例本土确诊 这是疫情爆发两个月来 第一次确诊数降到10例以下 扣除市场和医院感染 广义的家户内感染是目前最头痛的问题 如何透过筛检找出无症状感染者 才有可能达到清零的目标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不到 新冠肺炎冲击了百工百业 而政府如火如土的还推出了纾困的方案 但并不是每一个族群都能够受贿 就有街舞老师来向立委红梦凯成勤 表示申请纾困时 是被体育署还有教育部等单位来互踢皮球 而另外也有人因为有劳跑而无法申请 希望政府可以给予协助 动感音乐声下热辣辣舞蹈节拍 吸引众人目光的街舞 除了是热门运动也是表演艺术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许多街舞老师无法表演与教课 跟政府纾困也惨沦为人求 有教学就说你们是教育部的 那一看到我们有比赛 就说你们是体育部的 就这样子只要看到飞观自己的项目 就把我们直接推荐 文化部也没有确认说身上我有劳保 我这个鞋缸到底会不会再过 那体育署那边又说要霹雳舞的范围 才能算是体育署 那我是要再去找教育部吗 那你们的时间限制 我是不是可以同时去处理这件事情 有人去年跟文化部申请纾困顺利通过 今年却因为有劳保记录而被打了回票 目前政府文化部一文纾困有三万元 体育署的运动事业纾困补助 四万块钱 劳动部的纾困金额则有一万元 但由于审核标准不一 让许多斜杠的一文表演者 无所适从 无法获得必要的纾困补助 一个礼拜多两堂而已 我其他的部分 才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 去年有申请过 今年也有全职的工作 有投报劳报 结果他们今年是六月四号直接入账 是不是有所谓的审查标准不一的状况 审查的时候文化部没有统一标准 所以让这些审查者各自 吸你有一把尺来作为审过或不审过 现在需之的规定 这是是无一定雇主及自营工作者 才能符合 保保局这边有稍微在做说明 是针对这种部分工时的情形 它实际上会有其他可以申请的资源 由于街舞将在2024年 纳入巴黎奥运比赛项目 台湾也成立亚运奥运会相关的街舞协会 明代建议政府研议 放宽纾困申请条件 让一文工作者能获得最及时的救命钱 记者顾参永 台北财富报道 为了实现居住正义 而民众党就陆续的提出了 十家登陆2.0来纳馆红单 房地合一税 2.0修法 还有房屋税条例修法 也提出了租赁住宅的市场专法等等 现在更在官网来推出了 我们与房的距离互动小游戏 希望可以让民众更了解 台湾买房还有租房的困境 打开房运占卜游戏 画面中的占卜老师 可以根据游戏者的选项 占卜到买房的命运跟几率 这款我们与房的距离互动小游戏 即使起在民众党官网上 就可以玩得到 第一就是提高房屋持有成本 第二个我们要提出来的一个政策 是租屋黑市要彻底纳关 第三个我们要呼吁召开 居住正义的国事会议 根据内政部六月底公布的 最新房价负担能力指标 平均要不吃不喝超过九年 才能买到房子 因此民众党设计了这款 防运占卜游戏 让民众透过游戏 体验到台湾的居住问题 党团也为此提出三大居住政策 这应该更重视它的是一个 所谓住居正义的真正的国事论坛 或国事会议的召开 把这些政策一次真正的道路 民众党提出实价登录2.0 纳管红单 房地合一税2.0修法 房屋税条例修法 也提出租赁住宅市场专法等等 希望借此检讨台湾房屋税 不合理的情况 逐步落实居住正义 接下来的话 产博报道 新闻的最后 一起来关心各地 有什么活动讯息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